大家好,我叫张文涛,来自IBM的Cloud团队 今天的内容由我和我的同事刘光雅、杨阳以及Sedivo共同观察 在这个session里面,我们首先会介绍Classic API这个项目 紧接着我们会看我们如何通过Classic API 帮助IBM Cloud的用户基于IBM的Cloud Ice 来安装和部署一个KBS机群 然后我会交给我的同事光雅来介绍我们是怎样通过IBM 我们是如何通过Cluster API通过Hypershift来安装OpenShift 最后我们看在社区里面怎样去贡献和讨论这个项目 首先我们看一下简单介绍一下Classic API 根据社区的统计呢,既知道现在我们已经有超过100种不同的KBS的distribution和对应的installer 虽然说多元性对于社区来讲是一件好事 但是有这么多的installer出现 其实是因为不论客户的KBS Cluster运行在什么地方 是在自己的数据中心还是在云供应商那里 那不同的S都有不同S上面资源的申请和释放的方式 不同的S有不同S上面资源的描述的方式 所以这些细节上的不同就对用户带来了大量的部署工作 配置工作 如果一个企业级用户他所面对的是 他已经有多套不同的provider他已经在用 那这种他要为了统一去规划和利用这些云上的资源 那这种安装和配置的工作对他来说就会更明显 Class API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通过一个声明式的API 和与之对应的一整套的控制器来实现对于IS上面的资源的描述 进行一层抽象的描述 然后通过不同的provider进行扩展他们自己家的CRD 用这些CRD去描述自己IS上面的细节 然后再去实现自己的控制器 有这些控制器再去跟自己的backend去做交互 来实现资源的创建和释放 以及扩容的弹性相关的一些工作 所以从这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 Class API引入的是一种通过KYS去管理KYS的思想 那我们就有两个概念 第一个叫做management cluster 第二个叫做workload cluster 我们前面讲到的这种声明式的API 它从屏蔽IS的实现细节的层面来描述 我们要创建一个KYS机群都需要哪些对象 这一部分我们由cluster API和它的核心的组件来完成 另一部分呢 由不同的云供应商去扩展出来的CRD 以及对应的controller也是运行在这个management cluster里面的 那我们创建出来的新的KYS cluster 跑在不同的cloud provider上面 这部分我们把它叫做workload cluster 然后我们有三种不同类型的provider 这个provider是我们有不同的功能 比如infrastructure provider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针对不同的云供应商 怎么去创建IS上面必要的resource 就是由这种infrastructure provider来完成的 第二种我们把它叫bootstrap provider 那因为安装和部署一个kyS机群的时候 当我们的硬件资源和网络环境 以及存储设备的准备就绪的时候 我们才能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就是bootstrap阶段 在这个阶段我们要进行的是证书的签发 配置文件的生成 证书就比如说像API Server 都要用到什么样的证书 然后cubelet需要用到什么样的配置文件 才能加入到访问API Server的这个队伍里面来 worknode怎么去加入到集群里面来 通过什么样的token 这都是在bootstrap这个provider里面完成的 第三个是control plane的provider 不同的云供应商呢 我们可以实现两种不同的kyS机群的部署方式 第一种呢 我们叫做management control plane 在这种模式下 客户的kyS机群的master node 其实是由供应商代为管理和运为的 第二种呢 是完全由用户自行去管理所有的master node和worknode 最后呢就是我们的CRD 这些CRD都是不同的provider 基于自己的IS实现上细节的不同来扩展出来的 这张图呢 我们从IBM Cloud Provider的层面去看 两部分是怎么写作的 首先在management cluster里面 有cluster API的核心的component 这一部分component负责的是cluster API的顶级对象 比如说cluster 比如说QVDM的control plane machine deployment 这些对象的协调 然后呢 不同的供应商提供自己的controller 把它封装成不同的provider 这些provider向上要去watch和list 这些顶级对象的状态 然后向下呢 还要去观察自己在IS上面扩展出来的这些CRD 比如说VPC 比如说subnet等等 为了申请这些资源 在CRD里面就要对这些资源进行抽象和表述 然后由controller通过调SDK 或者是REST API的方式 在Cloud上面创建与时对应的这些资源 那这就是provider在粗力度的一个overview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IBM Cloud上面是怎么实现这部分的 那首先IBM Cloud与其他的Cloud相比 在S层面有一些自己的差异化 那这具体的表现上就是在 由于我们有在计算的体系结构上面有一些多元性 那比如说我们有基于X86的讯迹 也有基于X86的Bare Metal 然后我们还有Power的体系结构和Z的主机 由我们有这些不同的体系结构 就导致了我们的S在组织层面也有多种不同的形式 像PowerVS Power的讯迹就由Power System来提供 那他们在组织上面有独立的Subnet 然后也有通过IBM Cloud的那个Direct Link的方式 可以接入进来 那跟Power相对应的我们有VPC VPC里面我们有从计算资源上面就有GX86的讯迹 有GX86的Bare Metal 还有Z的VS等等 这些都是在VPC的这个Scope里面去组织的 那不同类型的硬件在不同的组织方式下面构成了不同的Infrastructure 这些就构成了IBM Cloud S的一个多元性和复杂性 所以我们就很难用一个简单的结构去实现IBM Cloud Provider 这每一种S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独立的IBM Cloud API的Provider 那我们通过同一个Repository把它合并起来 统一管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IBM的VPC 以IBM VPC为例 我们先来解释一些基本的概念 然后来看一下当一个KPAS集群运行在VPC的环境里面的时候 都有哪些资源是需要去创建的 VPC是叫Virtual Private Cloud 它是基于公有云来提供一种 给客户建立私有云体验的一种架构方式 那它的基础就是我们在网络上面通过虚拟化 把用户的资源能够隔离开 这样用户虽然它的基础设施是在公用云上 但是对于它的体验上来说 就好像给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私有环境是一样的 当我们要以部署一个 有一个master和三个worknode组成的KPAS集群 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要把它规划在同一个subnet里面 然后前端我们有一个load balance 把masternode暴露出来 这样才能够跟clusterAPI的核心的component完成交互 实现token的交换 以及worknode的加入 还有像我们cubelet文件的 配置文件的这个部署等等 然后有了这个public gateway 才能保证我们集群里面的这些节点 可以和外界进行通讯 security group呢 我们可以做细利度的通信规则的一些约束 比如说在哪些地址段 哪些端口上面可以做开放 或者说在哪些地址和端口上面 我们可以做兼用 所以在vpc的世界里面 我们从网络层面 从计算层面 从存入层面 都对s进行了不同的表述 那这些s上的这些资源 都是我们在vpc里面创建 一个kpads 机群很有可能会用得到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powervs powervs是另外一套实现方式 那我们刚才说的vpc里面有一个大的前提 就是不管网络 计算或者是存入节点 都是基于vpc这一个范围进行组织的 那同一个用户呢 可以创建一个vpc 也可以创建多个vpc 但是在一个vpc里面 资源是可以可达的 在不同的vpc之间 即使是同一个用户 多个vpc之间的资源 也是彼此相隔离的 power提供的是一种 更扁平化的管理方式 所以在power的世界里面 我们可以在一个power system上面 虚拟出来不同的lpa 然后通过这些lpa 我们把它部署成不同的虚拟机 就可以在非常快的时间里面 把它启动起来 那在不同的虚拟机上面 也可以通过安装不同的操作系统 另外跟vpc的世界里边 不同的一个地方是 对于硬件的规格 表述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vpc里面 当我们计算节点是一个vsi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虚拟机的时候 我们是通过profile的方式来制定的 我们可以描述 我们需要申请的一个计算实例 我们是需要一个4c8g的虚拟机 还是一个8c16g的虚拟机 所以这个力度只能到这个级 但是到了powervis的时候 这个力度就可以更灵活更细致一些 这个cost就可以设定成是0.25 0.5 memory可以设置成是8或者是16g 这个样子 网络上面呢 可以在IBM Cloud上面建立一个自由的私有网络 然后把我们这个powervis规划到里面去 那从外界要连入到我们的powervis 可以通过IBM的Cloud的direct link进去 也可以通过的PN进去 那为了让基于这个powervis的capacity 机群的master节点可以曝露出来 和class的API进行交互 我们在这里面需要去设计一个VIP 这个就是在powervis上面的基本的情况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从API的这个层面 我们IBM Cloud Provider扩展出来的CRD 与class的API的顶级对象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用class的API里面的对象 来描述一个KBES机群的时候 我们一般把它分成 control plane和worknote的两部分 蓝色框的部分呢 是class的API里面的核心的API对象 黄色的部分呢 是我们扩展出来的CRD 也就是用于表述IBM Cloud的S的部分 我们如果去看control plane的话 首先我们描述一个control plane 就要先要看这个control plane 是什么类型的 我们在这里指定它是cubeADM control plane 就代表它是通过cubeADM 来bootstrap起来一个KBES机群 然后这个机群的master node 都是由用户自己去管理的 在这个对象里面 我们通过infrastructure reference去指定 它所依托的具体的S实现是哪一种类型 那我们刚才说蓝色的部分是class的API的顶级对象 也就是说它是和具体的provider实现是没有关系的 那它又怎么让class的API知道 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provider上面去创建resource呢 就是通过infrastructure reference来实现的 每一种类型的control plane里面 它都要指定它所依托的infrastructure是什么 它或者是IBM VPC 或者是AWS的VPC 或者是任何一种其他的实现方式 然后反过来当一个具体的provider 它的CRD表达了自己应该描述什么样的resource的时候 它也要通过owner reference的关系 指回到它对应的control plane的对象里面去 然后在kubedadmcontrol plane里面 还可以去指定kubedadm的config 这部分就是和kubes的证书签发相关的环节 然后呢由class的API 它的核心的component去进行证书的签发 然后把它以secret的方式存在来 这里面就有两个部分 其中一个是control plane的证书 这个就是API的server etcd用到的部分 以及kubedconfig 这个是每个节点的kubelet用到的部分 machine template是一个类似于kubes里面deployment的概念 那一个deployment可以规划出一组的pod 那一个machine template里面 我们就可以规划出多个不同的machine 这些machine才是在不同的is上面对应的计算实例 然后cluster表达的是我们创建一个kubes集群的时候 与具体的节点不相关的其他的resource 大概都可以划归到cluster的范围里面 比如说整个kubes的集群最终要暴露出来的API endpoint 它的主机名是什么端口是什么 那就是通过cluster暴露出来的 那以及对于具体的provider来说 在为了创建这一个集群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创建哪些额外的resource 比如说VPC 比如说IBM上面的VPC里面的subnet 它的load balance这些内容都可以在这里面去制定 那work node的部分呢 是通过machine deployment来制定的 所以machine deployment和qvdm control plane 这是用来组织和描述control plane和work node的两个对象 那machine deployment在向下呢 也是通过infrastructure的reference来制定 具体的s的实现是哪一种类型 在这里它也会通过config的reference来制定 这一个具体的machine 它用到的config文件是什么 那这里也会生成的就是 就是给cubulate用的东西 这张图表达的是我们扩展出来的CRD 和cluster API顶级对象之间的 从属关系 以及infrastructure的直线关系 那在这张图里面 我们表达的是我们如何引入controller 来在IBM Cloud上面通过sdk和rest API的方式 去provide相关的resource 那我们为什么要引入IBM的cluster和IBMVPC cluster 它是两极概念的就是因为我们在最前面讲 IBM Cloud背后的infrastructure 有它的多样性 这是由于我们的多体系结构和计算资源的多种组织方式所决定的 所以我们加入了中间这一层 也是从IBM Cloud的层面 我们屏蔽掉具体的硬件体系结构的细节 来提供一个对上 桥接classive API的顶级对象 向下连接具体的 IS的实现的一个方式 这是因为我们IBM内部本身也有好多不同的云上的团队 VPC有VPC的团队 PowerRes有PowerRes的团队 当我们有了中间的这层表述以后 我们不同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实现他们的控制器 扩展他们的CRD 然后快速的去 让我们的客户可以快速的接入到 classive API的生态环境里面来 所以我们有了中间这一层以后 就可以在IBM的Cloud Provider上面 实现一个类似的classive API的结构 我们可以让IBM的Cloud 看起来像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Provider 然后有不同的Team 就实现内部不同 作为内部的不同的IS的Provider 去实现自己的CRD和控制器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class的CPL 我们可以基于不同的模板 生成不同IS之下的配置文件 那这些YAML就可以用来去 在IBM Cloud的上面生成KPS的基群 我们以VPC为例 当我们指定好我们这个VPC所属的 所属的region和zone 然后它的resource group 以及你想创建出来的VPC的名称 和基群的名称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 在我要指定的计算资源 如果是以VSI的方式出现的话 我们要通过Profile来描述 它需要 这就是4C16G的一个VSI 然后我们通过指定 SSHK的ID 就可以把我们提前已经买好了 K加入到这边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login到自己的VSI上面去 当这个YAML和结合上面的这些环境变量 被clusterCTR这个commander line渲染出来以后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KPS基群的描述文件 然后我们把这个描述文件 apply到我们的management cluster里面去 那我们的cluster API的controller和我们自己provider的controller 在一起写作就会完成证书的签发 完成我们在cloud上面的资源的创建的工作 当我们的VSI被创建完毕的时候 那我们在集群里面就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一个control plane和两个work node 我们已经能看到这些 能走到这一步就可以看到 这个VSI已经被创建出来 当我们跳到IBM Cloud的web console上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看在对应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新创建的VPC里面 我们新创建了一个独有的subnet 然后在这个subnet里面 我们启动了三个讯机 一个用来做controller plane 两个用来做work node 然后呢 我们给这一个 control plane 提供了一个floatingIP 用于和cluster API之间的交互 这样我们才能把token和 所需要的那些证书给它加进去 然后在这个subnet里面 我们是从另一个视角去看 创建 attached到这一个subnet里面的讯息的有哪些 以及这个public gateway 这个public gateway就是让我们这些讯息能够实现各外界的通信 不一样的说明可以把它关掉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cluster API provider 在VPC里面bootstrap一个capacity群的具体的方式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它交给关亚 由它来介绍hypershift的部分 好的 那谢谢文桃 下面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class API provider IBM Cloud 未来跟hypershift集成了一个plan hypershift是红帽今天光创建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了一个openshift control plan 可以帮助用户在不同的cloud上面去创建openshift cluster 那hypershift它主要是以class API作为基础 接入class API在不同cloud上面去创建openshift cluster 现在主要支持Aterbath 未来它会通过class API加入更多的cloud provider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更多的cloud上面来帮助用户 对openshift的集群来进行管理 那class API providerIBM Cloud 它主要是实现了让用户在IBM Cloud上面 对cubernetes集群来进行管理 那我们未来希望hypershift能够借助class API providerIBM Cloud 以class API providerIBM Cloud作为连通hypershift和IBM Cloud的一个桥梁 从而实现hypershift通过IBM Cloud的provider在IBM Cloud什么 对openshift的集群来进行管理 那这一页的左下角是hypershift和class API providerIBM Cloud 集成了一个ticket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ticket来查看比较详细的集成信息 那因为class API 是属于class 因为class API providerIBM Cloud是属于class API的一个子项目 所以我们要记得社区 非常欢迎大家如果对IBM Cloud感兴趣的或者有需求的话 那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社区去参与一些贡献 那大家可以通过class APIIBM Cloud这个channel来做一些实时的讨论 也可以通过sigr clusterfcycle这个mailgroup来做一些讨论 同时呢我们在每周五的印度时间上午9点 也就是中国上午的11点半 我们会通过zoom去讨论项目的一些进展 大家如果不能参加的话 然后也可以通过去查看我们的google doc的一些notes 然后或者可以查看youtube上的一些视频来留意具体的信息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要是大家想对这个项目去贡献代码的话 最开始呢可以从一些比较有good first issue和help wanted的这些issue开始 那这些呢通常会比较简单 另外就是如果大家有一些人对如果参与open source不是很清楚的话 也可以通过去查看contributor guide或者coventus community page 留意更强细的一些信息 好的谢谢大家